我们开着房车带着爸妈游海南,这里被称为海南版的小渗托里尼,这里是三亚的天涯小镇。 小镇主要由黄龙街、黑龙街、青龙街、白龙街和红龙街五条街道组成,每条街道都能直通大海。 我们订了两间民宿,过完年后像这样不靠海的房间不到200,性价比超高,海边还有很多一线海景房。 小镇里有很多特色涂鸦,蓝白相间的房子随手一拍都是美片,非常适合拍照打卡。 海边还有很多餐厅、酒吧、咖啡店,点一杯喝的面向大海静静发呆,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。 这就是天涯镇的小西腊,无论你走在哪里都能感受到青春热情与浪漫。 我们选择了一家靠海边的餐厅,带爸妈尝尝海南特色,糟粕醋火锅。 吃着美食,望着大海,别说多惬意了。 吃完饭,我们来到海边散步。 这还是我第一次感受光脚踩在沙滩上,结果。 夏天,想光脚走个沙滩,结果把它疼。 好不容易想光脚可以走一次沙滩,没想到这么烫。 你这个沙滩走步太搞笑了吧,太烫了,我妈拿我鞋子拿走了。 笑死我了,胖死了,怎么还怪快的呢,把我鞋子拿了,太烫了。 我跟你说,一步稍微跑快点,跑快点就跑。 这边这个沙子没有那么细,所以还有点扎酒。 烫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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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死了,烫死了。 笑死我了。 哇,这边海浪好大呀。 哇,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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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一到这边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海浪,然后那个水全都扑到脸上了。 哦,烫。 哇,这边这个就好斜,不敢下去。 来,这样子。 哇,塞。 到了下午,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日落。 在这样的夕阳下,你可以尽情拍照,怎么拍都很美。 爸妈也是第一次光脚踩海水,开心的像个孩子,我们都玩嗨了。 又跑,又跳。 在这一刻,你可以忘记年龄,忘记一切束缚,更不用在意其他人的眼光。 在这一刻,完全释放自己,只有开心,自由和洒脱。 这才是在大海边玩该有的样子。 夜幕降临后,海滩上会支起一张张小桌椅。 有灯火,有表演,还有人会在海边放浪漫的烟花。 我们点了喝的,想让爸妈也体验一下这种浪漫的生活。 你们陪我长大,我陪你们重温青春。 听着民谣,吹着海风,望着大海,时不时还能有烟花点缀夜空。 此刻是如此的放松,你似乎能忘记周边一切。 这一刻,你能感受到生活如此美好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,不必着急,不必烦忧。 去见你想见的人,去做你想做的事。 趁阳光正好,趁微风不燥,趁繁华还未开枝图米,趁我们都还年轻。